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萊姆,歡迎收看小萊姆的三次元 其實自從減肥開始,我在鏡頭後都是吃得非常清 下午常常都是吃米粉 因為米粉是比較低的熱量的澱粉質,絕對是比較健康的 但在晚上我就完全不吃澱粉了 有些觀眾其實都知道這件事,所以就寄了這兩個米粉給我 這兩個都是標榜卡路里很低的即食米粉 當然啦,這兩個絕對不會用來減肥,只不過是吃完沒那麼肥 這個是140卡路里的韓國口味泡菜粉絲 而另一個就是207卡路里的中華風味淡淡麻醬粉絲 好啦,今晚的廚食好一點,兩個都試一下 3分鐘已經過去了,我們的粉絲已經準備就水 嗚,聞起來真的非常豐富 這裡有一個名字叫做日清春雨 日雨中的春雨就是點滴清新剔透 正與粉絲的形態絲絲入扣 由天然材料製成粉絲 質感彈牙爽滑,口感層次豐富 有這麼誇張嗎? 層次豐富應該不是去到,粉絲就是粉絲 那精型剔透又真的對的 又真的蠻精型剔透的 雖然聞起來很香泡菜味,但是湯頭透明 感覺上好像很淡 這個是不是健康健到底的感覺 因為我吃過日清的健而味,很難吃 這個不行 一點都沒有吃 希望這個不要太難吃 嗯,又不差 真心這個真的不差 不會說完全沒有味 原來表面這些又真的是泡菜 不錯,不錯 因為我擔心它是沒有味 但它又未至於說沒有味 但又不會是濃味的那種 我覺得這種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它的粉絲量就真的不太多 雖然加起來就只有這麼多 感覺上比平時的杯麵應該是小一點 然後粉絲的部分其實是相當之彈牙的 其實有點像韓國粉絲那種 但沒有那麼粗,是右版 也沒有韓國粉絲那種那麼誇張的彈 這個粉絲比我有驚喜 因為一開始期望本身就不太高 如果你說是140卡路里的話 我覺得都是非常可接受的範圍 我想叫做是肚餓的時候 除了吃杯麵又多一個選擇 都是不用煮的 但又相對地比較健康 這個真的不錯 我們吃一半,留一半的麥士嫂 試試另一個 有一個三分鐘過來了 這個米粉已經準備就緒了 這個看來比剛才的就濃郁很多了 看下去 嗚,聞起來真的有一股很香的麻醬味 到底能不能給我一口淡淡麵的那種淡淡的感覺呢 同樣地,粉絲的同時是一樣的 精型通透 嗚,香 湯雞原來又不是很濃 我以為是很濃郁的那種感覺 試試粉絲 好奇怪,吃下去反而沒有剛才那種韓國泡菜那麼濃味 它的顏色,它的味道 它告訴我這隻比較濃味 會不會在這個位置有些反差呢 反而我覺得剛才那種更濃味 吃一口 真的,沒有剛才那種濃味 這麼搞笑的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系列 想煮得比較健康的感覺 比較清新的感覺 如果你說淡淡麵那種很濃郁的感覺 它就給不到你 但仍然勉強能夠給到那種感覺 然後米粉整體來說是好吃的 是真的好吃的 這個粉絲外面賣多少錢呢 其實我不知道 而我這麼喜歡吃口味道杯麵的人 我都覺得這隻可以取代它 有時吃滿了吃這個,其實真的不錯 是,吃完了 我覺得兩個粉絲都不錯的 我覺得值得大家試吃一下 第一個泡菜味呢,我會給8分 第二個淡淡麻醉味呢,我會給7.8分 那我會稍微期望它再濃味一點 更加像淡淡麵的感覺 好啦,今天的試吃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朋友記得給我一個like 有什麼想跟我在下面留言 最重要是訂閱我,我是屎萊姆 按個小鈴,下次再看 明天六點半,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